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接下来咱们浏览国际大事 百鸟天下 梳理一组全球焦点新闻 日本苏夏公司24号宣布 计划在和格山工厂量产用于 纯电动汽车的新型锂离子电池4680 最快将在今年内 投资数百亿日元打造生产线 4680锂离子电池 与常规端电池同为原住行 直径达到4.6厘米 容量将大幅增加 由于可以让每辆汽车 在装更少电池的情况下 电量更高 续航里程能够提升约两成 荷兰反垄断机构 消费者与市场监管局24号发布声明称 鉴于苹果公司没有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 向交友软件开发商提供第三方支付 因此对苹果出以每周500万欧元 到5000万欧元不等的罚款 直至苹果执行要求为止 据了解长期以来 苹果公司一直要求应用商店上的应用 使用其付款渠道 并从中抽成15%到30%不等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当地时间24号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20艘战舰和补给舰进入指定海域 参加军事演习 由扫雷舰 小型反潜舰 小型导弹舰等组成的战术编队 将在军演期间执行反潜防空水雷对抗等实战演练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 俄海军舰队今年1月到2月期间将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 以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军事威胁 当地时间24号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所发生政变 政变军人下午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 他们在未出现流血伤亡的情况下 终止了总统塔伯雷政权 政变军人还宣布 解散政府和国民议会 关闭该国陆空边界 在全国实施宵禁 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随即发表声明 谴责布基纳法所军方行为 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并尽快展开对话 好 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